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欢迎收看《振振有词》 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这几天一则新闻震惊了全国各界 一岁多的孩子 还来不及到知道 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世界到底有多美好 就这样走了 那包括虐待他的保姆 跟他的相關的一些 包括妹妹那些人 你怎麼可能想像的出來 有人虐待了一個孩子 虐待自死 那手段之凶殘 然後還可以拍照片去炫耀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樣的一些事情 中間過程是哪一個環節 是出了狀況 好 那這整件事情 除了政經二絕以外 大家也開始再回頭請思 人性難道真的就是這個樣嗎 人在暗黑的那個層面裡面 真的有這麼樣的可惡嗎 好 今天在節目現場 問你要請到一些特別來賓 從這個案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來看看人性的背後 到底是怎麼了 來 一開始為你介紹 今天要請到的特別來賓 左邊第一位資深媒體員 許盛梅 大家好 資深護理師陳麗華 大家好 民俗專家三榮法師 吳哥 大家好 臨床心理師洪培雲 吳哥好 大家好 律師林鴻月 吳哥好 大家好 盛梅 這個案子 為什麼讓大家這麼震驚 你難以想像 有人 而且他是個合格保姆 他是個合格保姆 然後他去虐待那個孩子 然後他們肢定還拍照片 炫耀 那個手段之胸殘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樣 拔指甲所有那些事情 你怎麼會對孩子做這樣的事 而且我今天看到報紙一個標題 我真的更難過 那個標題是寫 凱凱生前吃收水 保姆收鴨吃雞腿 因為保姆 現在我們在錄節目當下 他這一餐 有人去查了他的這個 看守所的菜單 哇 煮菜是炸雞腿牌耶 還有蒸蛋耶 對 然後還有營養師幫他把關 他所有的營養成分 但你也不能因為他幹了這些事 然後到了看守所以後 就給他吃收水 對 讓他吃收水 你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社會沒有辦法這樣做 只是我還是回到那個 對 你剛剛那個一比較之下 大家就更氣了 這個社會到底怎麼了 我們先來講 一歲的凱凱發生什麼事情 他的媽媽現在在服刑 他的爸爸已經失聯了 阿嬤因為沒有能力撫養他 原先他生下來的時候 有一個保母非常疼愛他 也照顧他 在凱凱四個月左右 都一直是這個保母在照顧他 但是因為這個孩子沒有 家人沒有能力在照顧他了 所以要決定出養 大家知道 好 凱凱就進入了我們社會的制度 我們就來看這社會制度 到底怎麼了 因為要出養的過程當中 社會局就委託了兒福聯盟 兒福聯盟必須去找 他們有合約 有合約配合的保母 來照顧凱凱 於是就找到了這兩位地獄保母 這兩位保母 第一有證照 第二的確是兒福聯盟合格的保母 在2023年9月的時候送進去 到2023年12月24號 凱凱被淋虐至死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照理說社工都要去看 但社工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因為社工都說沒問題 這個保母跟凱凱 只有三個人住在那個屋子裡面 不是 今天最新的新聞是說 這個保母 他還跟他的老公 他的婆婆 他的孩子住在同一棟屋簷下 其中還有外傭 小小的房子住了一大家子人 然後那一棟房子上下左右 房子都是這個保母的 媒體的說法這個保母 起碼有將近一億的房產身價 蛤 媒體講的不奇怪 他為什麼是包租婆 然後還要領兒福聯盟 一個月三萬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的小孩 念私立學校 學費比較貴 所以他要去接這些托兒的工作 好啦 那凱凱到他家之後是什麼樣的遭遇 第一就吃收水 然後再來各位一歲的孩子 總會掙扎總會哭吧 因為會哭 因為你沒有給他吃東西啊 於是就用繩子 把他整個綁在椅子上 甚至於晚上他是站著睡 從9月到12月24號 他都是站著睡的 再來這一對保母姐妹 是以虐待凱凱為樂 怎麼虐待呢 他把他折起來 折起來意思就是彎起來 塞進了水桶裡 你知道孩子會哭嗎 孩子就會從那個水桶裡面爬出來 這個保母狠心道 就把他拍喔 這個姐姐拍了 把這影片傳給妹妹說 你看 他活力驚人耶 我塞進去他又給我跑出來 我又再塞進去 你這是什麼對話啊 人有十根手指頭 凱凱所有的指甲片都沒有了 我講到這裡真的非常難受 一個指甲片被拔掉 你痛不欲生 十個指甲片是沒有的 然後他的額頭有一個傷 9月就有了 他的身體是變形的 骨頭是整個碎裂的 更不要這樣 整個人已經體無完膚了 然後這樣的日子 一直過到12月24號 凱凱倒下來昏迷 然後在這個昏迷之後呢 你知道這個地獄保母 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打電話給119 他要求所有人先講好 孩子是自己跌倒的 之後才送去醫院 可是你告訴醫生 這是自己跌倒的 醫生沒有眼睛嗎 所以醫生第一時間立馬報警 警察一來一看就知道 不是自己跌倒的 可是這個保母當下 警方問他他還說是跌倒 連警方都說我有眼睛 這個孩子怎麼會是跌倒的 你知道我還有些內容 我不想 我真的講得很難受 凱凱的下體是燒焦的 你可以想像是不是用火 或怎麼去燒它 所以他們說 他生殖器的部位是焦黑的 這個孩子是這樣子在過日子 然後當然警方覺得 這事情有問題把他移送 到了檢察官那邊之後 這個姐姐 因為主照顧者是姐姐 姐姐還不承認 覺得沒有 那怎麼回事 我剛剛睡著了 他自己跌倒的 那最後最關鍵的證據 是那個外傭 你想想看 這個孩子每天都在家裡哭 你知道非常的痛苦 那個外傭覺得慘無人道 所以他就偷偷把他拍下來 拍下來有兩件事 第一個是他覺得這樣下去 孩子應該要小目不保 第二件事情他非常害怕是 他的雇主 就是這個流性保母 將來孩子如果出了事 會不會怪在外傭的身上 所以這個外傭其實是為了自保 這個外傭在1月左右 因為12月孩子發生事情 1月左右 外傭已經跟這個雇主解除了 這個雇傭關係之後 外傭立馬把這個相關的影片照片 給了警方 所以警方就立馬收押了這個姐姐 收押姐姐之後就發現不退警 這個姐姐會拿虐待的影片跟照片跟妹妹相互去嘲笑這個孩子 所以妹妹是不是也有問題 所以妹妹後來也被警方 現在檢察官是把這兩姐妹收押警戒 住在這個保母家的樓下 這個有一個房客 然後他說那個保母的確是他的房東 他說他是已經搬走了 他有一天回去他就聽到有孩子慘叫 他說為什麼一般孩子哭應該是一下子嘛 因為爸媽會安撫 那個孩子哭了一整個晚上 他說非常的淒厲 他說連他都覺得好怪喔 他就把他錄音錄下來 然後他先告訴他男朋友 那他有做一個證明是說 他的這段影片已經交給了台北地監署了 只是我們大家不忍心打開 因為你知道這幾天大家心情都不好 因為只要看到這個新聞大家心情真的都很差 你還覺得那句話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但你看到這個案子 盛美剛剛有提到 長達9月到12月 都沒有人發現這件事情 是外傭看不下去 這中間過程經歷了多少 包括還有社工訪事 包括有這些 我們的制度都有喔 但是為什麼救不了這個孩子 一會我問一下 如果照媒體上描述的 對你說包括下體有被招黑 指甲拔掉或是有傷這些 你說下體教會你很難去說 你把衣服脫下來給我看 可是其他的部分或是孩子被虐待 有沒有被虐待應該看得出來吧 對 我就是在懷疑這個社工去訪事的這幾個月 他是不是都是用低頭啊 就是說我問一個他怎麼樣啊 都一低頭寫作業 還是根本就漠視 因為其實如果有眼神看 可以看得出孩子的恐懼 孩子的害怕 甚至你可以假裝去摸他的時候 他會害怕 懼怕你 其實你看看那個小孩 陌生小孩有沒有看到 看到你的時候你看那個眼神 是有人保護跟被虐 跟你求助的眼神 我相信應該都看得出來 那如果他真的看不出來 第二件事情 你可以假裝去摸他一下 也沒有 你看他從眼神跟接觸都沒有 那我要舉個例子 我們曾經有一個社工就跟我說 他有問過一個人 他說我發現有一個小孩 我覺得他怪怪的 那立華姐 你有沒有什麼可以幫我們設想 我說我跟你講 我有個XXX 他就是常年都穿長袖 然後有一次就是 我們不小心發現他在換衣服 所以我們可能就進去要看到他 整個這裡以上都是咬痕就對了 然後他就說 因為只要他老婆情緒不好 就會咬他這樣子 那我就告訴那個社工說 我跟你講 我們那時候就是 就是故意讓他換衣服 這樣好了 你下次去仿視這個小孩的時候 故意說是有人要買衣服給這個孩子 然後故意買那個尺寸不合 故意要幫他換 那你也許就可以看出證據在哪裡 果然那一天就是沒有先跟他預約 然後就過去仿視 他就跟他講說下禮拜會去 結果去的時候真的拿衣服給他 然後就很堅持要把衣服給他穿 結果那一脫下來 你讓他脫下來 那個衣服從這邊上面到後面 這邊你看得到 就是你想像得到有刀疤 腰痕 還有那個煙蒂 然後那個警察有 就是後來我們送到醫院的時候 有問他說為什麼會有煙蒂 你知道他說 因為小朋友愛乾淨 他怕那個煙蒂掉下去 他自己上來讓他弄的 那個小孩趴下去讓煙蒂 對 然後你就覺得 他在挑戰大家的智商 對 然後我還記得那個警察有講 回去說你當我是傻還是瞎了嗎 然後我們的社工 後來我們有跟那個社工討論 社工就說因為他覺得每次去 那個小孩就會畏縮 而且看到那種眼神的恐懼 根本不是怕陌生的 甚至於每次喝水或不爽 不高興就會把他倒水 所以他還有燙傷 還有發炎結痂 心就在一起 至少半年以上 總是有人性暗黑的那一面 所以要用制度的方式 想盡辦法去避免一些悲劇的發生 沒想到這一次 而且讓全國大家震驚的是 一個一歲多的孩子 你活脫脫看著 剛剛盛梅講的那些傷痕的 一些的狀況 可是剛才講到這整個情形 當然你說中間是不是有哪一部分 有沒有要查證的 他們家到底房產多少 但是房產多少 I don't care 好不好 那現在房產唯一有價值的 可能是如果要損害賠償 如果要賠錢的時候 他們家是不是能夠賠得起 包括受害家屬的一些情形 那是後話 可是這個案子本身 彭月 第一個 剛才說明媒體也是這樣報導 那個保姆跟他妹妹之間 傳的那些 就是你很難想像人怎麼會去 虐待那個孩子以後 大家會以此為樂 這是一個 另外還有一塊是 剛剛講到說有同住家人 家人都不知道這些事嗎 我不相信只有外傭看到 其他人都沒看到嗎 我們說人皆有側隱之心 那個皆應該拿掉 其實有一些人是沒有側隱之心的 其實我們有經歷過很多刑案 有一些犯罪 他們你會覺得說奇怪 你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 而且他是女性 他也是合格的保姆 相對來講 他應該是有接受過相關的訓練 但是他的心理可能就是精神上缺了這一塊 這可能事後他會提出這個精神上的一個抗辯 你說進入法庭以後要提這個抗辯 如果我們這幾天一直在討論 他會提的應該就是這個精神 因為他做的事情 跟他妹妹做的事情 也許我們從小是被有相關的受虐或怎麼樣 他們會提出這個抗辯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情形之下你去苛責說 他怎麼沒有這樣的照護心態已經來不及了 反而是要去認為說 判斷說我們在保姆這個制度上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精神方面的一個鑑定 或者精神方面的一個機制可以建立起來 因為你從合格訓練看不出來 加上訓練書 加上包尿布 加上做一些安全設施 他會 可是最深層的這個案子暴露出來 讓我們看到了 那在他同住的家人裡面 如果知道的話 那問題就很嚴重 這可能會牽涉到幫住犯或共同證犯的問題 他在心理上給他一個幫助 或甚至說他在客觀上已經是 行為分擔的角色了 沒關係 你出去 我幫你看著他 綁好一點 繩子掉了 我幫你綁起來 或者是走過去給他打一下頭 叫他不要吵 這個都已經非常有可能會變成共同證犯 如果是有這些行為的話 都可能變成共同證犯 我想後續檢方在偵訓的時候 只要把這些家人大概分開偵訓 打很快就出來了 中間還有一段這兩天大家討論很多的是那位社工 社工在過程 當然你說這個社工去訪射了三次 為什麼會沒有發現像這樣一些的事情 這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社工後來 檢方現在是用社行道過失致死 然後用30萬交報 對 有一個爭議點是他上考 是 所以很多人在討論說社工為什麼要讓他上考 一個是他的工作上面有沒有舒適的一塊 另外一個是上考 你會怎麼樣看這個 一般是這樣 就是說傳票上會寫抗傳即拘 就是說我傳你不到 或說犯罪懸疑重大 有湮滅證據勾竄共犯或逃亡 那我想這個情境框在社工身上 對我們法律評斷上會有點落差 他要湮滅證據有可能 那你就申請羈押嘛 後面怎麼會變交保呢 所以看起來他善靠這個過程 似乎是有一點違反比例原則 但是我這樣講好了 大家同理心 今天這個是一個全國矚目的案件 警方也許是為了要表示說 我們非常重視 萬一我今天如果沒有給他施語一點強制力 他畏罪跑去廁所 萬一輕生假設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一方面也可能是為了他的人身安全 或者是為了整個後面案情的鞏固 所以他會採取這個手段 當然從昨天下午到今天早上 我們法界一直在討論說 他涉及的是過失致死 第一個 偽造文書的刑處是五年以下 他又不是三年以上的重罪 這樣子如果這個先例一開 以後所有車禍過失致死的 先全部善靠 這樣可能手銬不太夠用 那這個情況之下 到底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則 我覺得大家可以討論 我們不是要為難這個社工 當然 台北市警局下午有開記者會也有道歉 覺得的確 你說傷口 對 就是他們說是違反比例原則 可是這整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回到他最原先的就是 當凱凱到了保姆家裡面 他唯一對外 唯一的管道跟窗口 就只有那個社工 然後現在凱凱出事了 凱凱的阿嬤他的親友的說法是 我們三番四次要探視 我們不行 前保姆要探視 我們不行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在這裡 這麼氣憤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整個社會 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是病在哪裡 因為一定會有 可能還有其他的孩子需要救援 但是這個社工的角色就很重要 可是我不能理解 至少我個人的看法不能理解是 家屬就指控你九月要去看孩子 沒錯嘛 九月兒福交到保姆那邊 他拍來了照片 十月再去看的時候 孩子九月頭就摔壞了 社工竟然就直接告訴家屬說 那個保姆說去公園玩跌倒 保姆說什麼你就如實轉達嗎 你社工 要不然我找個船令兵就好 好 接下來十月你傳過來照片 孩子明顯 例如華剛剛講 眼神渙散 瘦到這樣 一個孩子如果報仇 絕對出問題 就算你沒有做過媽媽 你看你是社工 你看就知道那孩子 那些照片我們在媒體上看 這個孩子已經出事了 你十月你如果還是照樣寫報告 我就佩服你了 你十一月又照樣寫個報告 我也佩服你 十二月沒有辦法看說 保姆跟他講說不行啦 因為那個保姆不是照顧凱凱而已 他還有別的孩子 他說別的孩子感染什麼不方便之類 就不去了 等到在街道通知的時候 凱凱走了 所以我們只是好奇這個社工 你是唯一一個至少能夠救他的人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社工要有權利 他有他的人權 只是你這三次都沒有發現 這個孩子出問題嗎 這本來就是兩回事 有沒有違反比例原則 應不應該上銬這件事情 他當然還有權利接 但是盛梅剛剛講 那個孩子唯一對外的管道 就是這一塊 所以發生 我相信那個社工心理也會 應該也會自責 但自責是一回事 那是一個 那是過程當中 有沒有責任上的一個問題 這個本來就應該要去檢討 他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現在看起來 培雲剛剛有講到 當保姆的 所有大家都會覺得應該很有愛心 然後要不然怎麼會當保姆 物理訓練是一回事 包尿布或什麼 我印象中很深刻的是 有一次有一些朋友 大家一起出去 然後有一個朋友他有一個小孩 然後所以他們有請保姆 他說那個保姆跟小孩的感情很好 那我們也不知道反正OK 但後來發生一件事 我就覺得那個保姆對小孩的感情一定很好 小孩在床上玩 這種事情一定是不經意你才看得出來 小孩在床上玩在跳 那個很小大概一兩歲吧 就是在那邊跳跳跳 跳一跳突然重心不穩 就往外摔 同時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因為大人都在看到 一聲驚呼衝得最快的是那個保姆 他距離遠 可是他衝得最快 然後衝過去一把撲過去 把小孩給抱起來 你那時候就會覺得 這個保姆應該是 對這個孩子是真有樣的 要不然的話其實酸臉又不是他 是你自己跳的 然後你們大人也在旁邊關我什麼事 我就說這種事從一些小事裡頭 你可以看得出來它是自然反應了 可是難道保姆不應該是這個樣嗎 剛才彭越講 原來人的內心裡面 真的有一塊是有人沒有的 他其實有好幾個切入點 去看這個所謂保姆的心理狀態 我那時候看到這麼嚴重的一個像是照片 或者是報導的時候 我都想說 第一個時候的聯想就是說 難道他是有那種所謂的B群人格的違常 什麼是B群人格 就是那種情緒極度的不穩定 很容易行為失控 那我們最常聽到的 我相信各位聽眾 觀眾朋友一定都有聽過 就是反社會 對 就是一點小事情他們就異怒 那一般人還會稍微想要掩飾一下嘛 他們不是單純的異怒就會暴走 就會摔東西就會踹人 甚至他們還會有 淋虐小動物為樂的這種傾向 所以這才會讓我就想說 怎麼跟這個新聞這麼接近 可是也會讓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他應該是當保姆也有一定的一些經歷嘛 他前面應該有經手過非常多的孩子才是 他應該在之前的一些他照顧的孩子身上 應該就有可能有一些蛛絲馬跡 所以就有第二種可能性就是 如果他不是B群人格 譬如說所謂的反社會 那他很有可能是在某個時間點 開始慢慢的壞掉了 譬如說照顧小朋友是很辛苦的 可能哭鬧的時候啦 然後讓你不能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很容易心煩很容易意亂 就很容易找弱者出氣 所以他是不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前面很多年前 Maybe是正常的 可是後來慢慢的壞掉了 如果沒有心理諮商的 這方面的支持系統 其實他可能都不會自覺說 我已經不像以前這麼的有耐心了 我已經壞掉了 對 再加上他是不是能給予那個孩子愛 就像剛才五哥舉的這個例子 哇 衝最快的竟然是保姆 那個幾乎已經是超越 我都懷疑那個孩子是保姆生的 因為他那個反應讓你覺得 讓你覺得他爸媽都沒衝得比你快 對 所以這就反映出這個人 他的心理狀態 他是不是有足夠的愛跟足夠的能量 去給予他所照顧的這個孩子 而不是說其實這工作他就是 因為為了賺錢嘛 反正做到及格的這個標準就好了 甚至很明顯的不及格 這也是非常多的住人工作者 會面臨的一個困境 就叫做專業浩劫 做久了他其實已經對於原本的這個工作 他沒有熱情了 他對於跟人接觸非常的疲乏 他非常的痛苦 可是絕大多數人會覺得 那這就是我的工作啊 我就靠這個謀生 那多借一個都是為了錢嘛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 環環傷口的問題 順美剛剛有講 12月那時候要去探視的時候 因為他不是只照顧凱凱一個 他有其他的孩子 別的孩子 對啊 他如果有這樣的一些 作為或個性 為什麼其他的孩子沒有事 而且更奇妙的是 因為他同時照顧別的孩子 現在事情爆發之後 別的孩子要被轉走到別的地方 那個孩子啊 這個保母年度非常緊 不肯離開 為什麼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保母非常疼愛那個孩子 對他非常好 好吃好睡好照顧 那為什麼天差地別這麼多 所以警方在徵訊的時候 這個保母自己坦白說 你為什麼要對凱凱這樣 他說別的孩子的爸媽會來巴結我 可是只有凱凱的爸媽 因為爸媽根本不知道要去哪裡 所以他沒有爸媽可以來巴結我 所以我也不想照顧我 不是為了孫子 孫中山我也不想理他 孫中山當然指的就是兒福聯盟 每個月會給他三萬塊 所以他也不是住白宮或志工 也是給你錢 但其他孩子他為什麼對他那麼好 是因為他除了有月薪之外 那些孩子爸媽可能送一些禮物 拜託你好好照顧我小孩 OK 好 當然我相信是他的個案問題 但這個案子讓大家覺得 訝異的包括手段或各方面 可是這樣法師請問一下 因為一個孩子才一歲多 像這麼小一孩 雖然新聞上面有報導 大家都很難過 然後他們的家人說 希望孩子現在沒病沒痛 那就一路好走或什麼 可是白法人送黑法人 尤其是這麼小的一個孩子 這種案子 我想因為你本身出了當法 你以前也從事過殯葬業 像這樣小小棺木莊這個 大家心裡面一定都很難過 他們家人有說 當然這是詛咒 就講說希望那個壞人 那些人什麼不得好死 我相信情緒上一定會這樣 但是這種輪迴這些東西 他們真的都不怕嗎 我以前從事殯葬業的時候 最揪心的就是遇到這種小棺木的場景 商禮的現場擺滿了一些玩具 孩童用品 那個畫面真的讓我們撕心裂肺 尤其是當我自己身為人父之後 自己有了小孩 其實身為一個專業的服務人員 不應該投射太多個人的情感在個案上面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做事 可是遇到這種小朋友的 我們很難不去產生連結的 想像說如果那是我自己的小孩 我會是什麼樣子的心情 會瞬間破防 往往在引導家屬 我們一方面要安慰他 一方面要引導他 可是我們眼淚不由自主就會掉下來 所以就很難去想像說 為什麼會有人可以這麼殘忍 對這麼小的孩子去做出這種傷害 所以讓我想像那個說指甲 拔指甲 在古代這是酷刑之一 非常非常痛苦的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叫食指連心 食指連心就是你手指痛的話 是很痛 所以叫食指連心 拔指甲 為什麼古代酷刑會有拔指甲 因為拔指甲會痛入心肺 我不知道這個保姆是電影看多了嗎 對 怎麼會去對一個孩子 對一個孩子去做這樣的事 當然我們也照顧過小孩 我們也知道說有些孩子 他的性格比較特別 他可能特別的很難去安撫 哭鬧的時間很長 很多父母在於他自己身心俱疲 長期的壓力之下 也許他情緒也會失控 出手教訓如果說重了一點 這個我們不能接受但是可以理解 可是這些案例呢 他是刻意的長期的虐待 甚至用一種炫耀的心態 去跟他周遭的人分享說 你看我今天要怎麼弄他 我覺得這個已經超乎正常的一種心理了 簡直是一種變態的程度 那你說他到底相不相信英國輪迴呢 我相信他如果相信這些 他就不會做了 他就不會做了 所以也讓我們如此的氣憤 一方面除了希望司法可以給我們一個交代以外 也希望看到有沒有什麼縣市報可以懲罰他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整個案子在過程當中 剛剛講到如果任何一個環節 假設能夠卡住 大概悲劇不會發生 但是悲劇通常就是這樣 所有的環節全部都一路過 就會變成這個樣 中間包括剛剛講到 所以這兩天也有一些 當然你說對社工來講 為什麼沒有發現這些 你剛剛會氣我相信正常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因為這也是他的工作 就怎麼會發生像這樣一些事情 也有其他人提出一些質疑 兒福聯盟在台灣當然幫助了非常多的孩子 我必須這樣說 很多人會捐款給他們 所以有長期擔任過兒福聯盟的前志工 有一個網紅上標 他也在事件一發生出來的時候 他就提他的經驗 因為他擔任兒福的志工滿長時間 他說其實要去擔任志工也好 或社工也好 其實不是以為說我有滿腔的愛心 我就可以去了 不是喔 不是要經過蠻長時間 而且很縮密的一些訓練 包括很多你去接觸這些孩子的時候 要觀察孩子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孩子就算身上沒有傷 可是如果孩子一接近 他就跑走 那就表示有問題 其實孩子他沒有辦法表達出他心裡的想法 可是他的行為其實是可以反映的 所以這個網紅也提到說 以他已經做過十年的志工 他的經驗是通常經過這樣的訓練 還是要做一些觀察 包括這些孩子的一些狀況 不過因為這幾天也有很多社工團體 他們會覺得說也不容易 因為在台灣做社工本來就需要一些熱情 可是這幾天這個事情 你也包括很多的藝人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重新去檢討一下 整個這個事件的過程當中 到底哪一個環節我們是出了問題 不過這整件事情的發生一直到現在 市長老師請問一下 我有一個 通常這件事情 各位你知道在媒體上面 我們有時候在討論這些的時候 會說警方辦案為了要突破 會有一些科學辦案的方式 OK 以前不科學辦案的方式 你知道以前有行求的 有什麼當然不行 但是我們在節目裡面 也有一些警察出身的朋友 會跟你講說 他們會用一些也不違法的 譬如說發生命案 沒有辦法突破的時候 就在現場佈置一下 林堂的那種感覺的 或是要去挖掘的現場 就給你弄風弄雨的 然後就突然感覺上 是不是有什麼靈異動 然後有些人就會因此 因為他就是做了壞事 突破他的心房 一般講是這樣 可是你知道有很多人真的做了壞事 你叫他跟被害人道歉或什麼 他打死不要 我知道在節目上面 我們有討論講過 有些警察就拿死者的照片給他 或旁邊貼滿那些照片 在那個地方徵訊 也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有很多人他表面嘴硬 他可能私下去找法師 去找什麼 然後去懺悔 然後他覺得這樣子 我不知道他不是在討論這一次 他可能在討論的時候他怕 會不會有我們剛剛講的那些 有冤魂索命或什麼類似這些 很多人他的懺悔是表面上的 他不是真正的懺悔 他可能在法庭上面是為了 博取法官的認同然後減刑 還是為了自己 或是博取這個家屬他的認同 我可以賠的少一點 跑來找法師 通常他也不是真心的懺悔說 希望這個亡魂可以到比較好的地方 他也是怕鬼來找他 所以通常都是很支持 殺人的案件是沒有 因為這個很難 第一他如果殺了人之後 要嘛就被抓去關了 不然就是他如果沒有被關 我想他也不敢跑來跟法師說 那個案子是我幹的 我殺了他結果我沒有被抓到 我還在逍遙法外 幫我超渡他 這不太可能 但是實務上我們遇到比較有爭議的 可能是英靈的案子 很多的媽媽 他可能是流產 或者是說有度過胎 他心裡面有一些過不去的坎 所以他們會來找我們處理的大部分是英靈的問題 講到英靈在2019年台南也發生一起虐童案 案主是一個未滿18歲的單親媽媽 他帶著他的小孩子去投靠他的表姐跟表姐夫 但是很奇怪的是 這個表姐跟表姐夫也沒有工作 也沒有收入 然後一天到晚可以在社群軟體上打卡 吃喝玩樂 因為他們還有另外一名友人跟他們共同居住 然後主要的經濟來源 居然是這個計程車司機的友人 OK 那這孩子呢 去到那邊就被這四個人共同的淋虐 包括他自己的媽媽 對 更匪夷所思的是 他們為什麼要去淋虐這個孩子呢 是因為這個表姐用一個虛擬的人物 在他們的群組裡面散發說 這個小朋友是這個年幼的媽媽 以前剁過胎的英靈來附生的 所以如果讓他吃得飽睡得飽 這個英靈也會跟著長大 讓他長大之後就會對我們有所危害 結果他們就這樣子信了 全部的人就輪流的淋虐他 不讓他吃 不讓他睡 只要這個小孩子快要睡著 就去捏他 摳他 打他 最後呢被打到已經失溫了 眼神也患散了 翻白眼了 他們居然還可以帶著他去KTV唱歌 他們居然還可以帶著他去KTV唱歌 還堅持唱到完喔 唱完才發現這個孩子好像不行了 然後那個表姐提議說 不然我們把他堵堵處理掉就好了 到這邊他們還同意一起要載著他到山區去氣室 然後一直到路過了台南的一間大的醫院的時候 其中一個人才反悔說不然我們送醫院好了 送到醫院發現已經死亡多時啊 好幾個小時了 這件案件才整個爆發出來 所以這真的是讓人家無法想像 為什麼用一個英靈之說 或許他們是出自於害怕恐懼的心態 可是他們做出來的行為不是比鬼還要可怕嗎 彭月 這個表姐 就是講說他虛擬了一個人 然後在裡面講了這一堆 然後看起來領略是大家一起領略 是 罪者有沒有不一樣 他後面還講說什麼 賭賭的 賭賭的把他分屍啊 我的天啊 其實這個廣義上來講 通通都是犯益聯絡新聞分擔 因為你知道你們做這個行為會有什麼後果 大家都成年人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去做警循 比如說警察問你學歷就這樣子嘛 你一看你的學歷就知道 這個事情在邏輯上來講 不可能是你不認知的嘛 就算你沒有直接故意 你也不確定故意 所以像剛才法師講這種情況 我想應該全部都是殺人罪的共同證犯 這樣來論的話才會比較公平 要不然有的說 我其實沒有啊 我是負責訂KTV包廂 關我什麼事 對不對 這樣也可以脫稅 但事實上你在整個犯罪的結構裡面 你就是行為分擔的一環 OK 這次凱凱發生就是虐童 而且手段是兇殘 你會發現在這個社會裡頭 立法 一個是虐童 一個是老人家 你會看到有很多老人家被虐視 請別人照顧的 所以後來有很多人不知道要裝監視器 監視器以後才會突然發現 哇 那個過程 老人家給他照顧 真的本來可以活一百的 因為他照顧大概只剩八十了 對 你每天那樣子虐待他的那種方式 但老人家有很多他就 可能也因為身體狀況什麼 他沒辦法表達或什麼 就會變成這樣嗎 我要講的這個是阿嬤就是 可能稍微比較壯一點點 那這一次來的就是阿嬤說 他說是因為跌倒 然後就送過了 每個都說跌倒 對 大部分都說跌倒 反正小孩跌倒老人跌倒 人就是是人有兩隻腳 就會跌倒 對 然後就是因為跌倒 可是我們那個減傷的人 我覺得他非常的優秀 就是說他一開始就是先問他怎麼受傷 那他講了兩個說詞 讓我們覺得懷疑 他就說阿嬤跌倒 然後再來我們就問他說臉上那個是撞到 因為撞到的痕跌跟被打的臉不會一樣 那個著力點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那個驗傷的人就眼神怪怪 然後後來就跟醫生使個眼神說 他說這樣 我們的表情其實 我們如果再跟醫生講話說 伍哥 他就說他是跌倒 這樣子大概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是怪怪的 所以我們那個醫師在詢問的時候 他就叫看護說 你去買那個衛生紙 或者是買那個什麼東西 叫他去買一些東西來給阿嬤 就是說等一下要換 那一走之後我們就問阿嬤 阿嬤其實知之物不敢講 後來才知道說原來 阿嬤只要吃得慢就會被扒頭 阿嬤如果說吃得滿地的時候 又會被扒 那如果說時間超過影響到這個看護休息 他會吐口水半個飯給他吃兩口 那他有時候會出去曬太陽 曬太陽他說是要曬太陽 其實他是要去跟外面的他那些人聊天 那一天會送來是因為 他幫阿嬤可能要洗澡 那阿嬤有點重 一開始我就說有點重 他可能要抓他 手有點滑 滑脫了 滑脫的時候就是有點稍微跌倒 那阿嬤可能去抓了他 把他衣服弄濕了 就火大就打了他 打了一巴掌的下去 阿嬤可能就是要去汙鏈 然後就跌倒就撞到 那因為有點就是爬不起來 所以才只好跟家人講 然後才送醫院 之後打開身體就發現 內側 跌倒怎麼會在內側 是不是 你看就知道就是在外側 你跌倒才說外側怎麼會在內側 就是發現他身體的看不見地方 包括他肚子內側都有瘀傷 我們就因此揭發症 然後馬上請仲介來換腿 OK 不過這整件事情再怎麼講 你說好 有人虐童 有人對老人家施虐這些 感覺上是外人對於這些人做這些事 只是機制上面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但是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是自己人對自己人 有很多時候自己人的傷 那才真的叫性傷 是 這個新聞事件當中 這個女生還在念法律系 然後她的父親事業有成 可是父親過世了 所以有留下了一筆遺產 她就跟她的媽媽吵起來 因為她還有一個哥哥 她認為爸爸留下這些遺產 我也有份 可是可能媽媽會覺得 你現在才念大學 不需要所有的遺產都過到你身上 將來我們會做一些分配 可是這個女大生認為 你不會分配給我 因為還有哥哥 總之你就應該要現在分配 光是為了這件事情 她跟她的媽媽就不講話了 好 這個女大生 交了一個男朋友 姓于 這個男朋友的爸爸 好 就起到心了 你看這個爸爸本身 就想說 我兒子這個女朋友 竟然有繼承一大筆遺產 所以他們就開始想 怎麼樣設計她 這個爸爸當年是用人頭的方式 去買了一塊山坡地 那一塊地價值76萬 很遠的一個山坡地 可是這個爸爸 就去說服這個女大生說 我告訴你 你現在不把那些錢弄到手 將來你就沒有了 你媽應該不會分配給你 可能分配給你哥之類的 我這塊地很值錢 2500萬你就來買 那這個女大生一個人沒有能力買 還拉了她的哥哥 兩個人來跟這個男朋友的爸爸 講說好 那我就買這塊地 可是女大生跟她哥哥 並沒有分到這個錢對不對 他們並沒有這個遺產 所以她竟然冒媽媽的名字 就冒簽名字 我媽媽叫什麼 就簽在這個買賣的合約上 然後這個男朋友的爸爸 就簽了一張2500萬的本票 好啦 交易成功了嘛 現在你家 你媽媽欠我2500萬對不對 來囉 這個余爸爸 就直接把2500萬拿到法院去啦 我現在就是要兌現2500萬 這個媽媽接到通知 現在搞什麼 我去買了一塊山坡地 然後叫我付2500萬 我沒有簽這個名字啊 然後媽媽去查才知道 是她的女兒跟兒子 冒用了她的名字 我問各位 事情走到這該怎麼辦 媽媽直接告 就告她兒子跟女兒 兒子跟女兒都判刑喔 這個罪不輕 到了二審媽媽是有一點覺得 不忍心啦 後來二審判得比較輕 可是這個始作勇者 是這個男朋友的爸爸對不對 後來也被這個媽媽告上法院了 OK 我剛才講的 他就冒他媽媽的名字去 我好像在講髒話 他就冒他母親的名字 簽了一個本票 我相信他就拿到法院 要申請強制自己 然後有了名義以後 他就直接開始做後面的 這一大段的事 這些事情在現在社會 很常發生嗎 很常發生 尤其是在親屬之間的 手段跟手法 既粗糙又愚蠢 他就說沒關係嘛 反正我每天看 你越看越討厭 恨不得 趕快想辦法把你用一些手段 把你給做掉 那在這個情緒 蒙蔽了這個智商的時候 往往就會幹出像這種簽名 這個女大聲是讀法律序 沒有錯 她是讀法律 但是她忘了 還有別人也有讀啦 不是只有你有讀啊 那簽名這種東西 可以去鑑定啊 那怎麼會說這麼大的金額 而且很明白的就是說 這個土地的價值跟這個本票的價值 顯不相當嘛 用這種手法就非常粗糙 剛才彭越講 因為可能是在讀書階段的孩子 不像我們在食物打 你不知道要偽造簽名 不是你想像中 你把人家的名字拿來 寫他個50次 你自己看看覺得OK 你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哪有這麼簡單 你看你問彭越 如果去做筆跡鑑定 他放大到什麼程度 他去把你每一個轉折點 你那幾次的 他會找你要譬如10年前 5年前現在 你所有的簽名 然後拿來包括現在的簽名 然後他每個轉折點去做分析 然後最後才判讀到底是不是你的名字啊 這麼好簽 每個人都去簽啦 有一些人還很可愛 他們還故意弄一點水 去烘衣機裡面烘 要製造說這個 好像成就的這個假象 那當然有關機關不要講誰 他連你的洗衣精 是哪一個牌子都鑑定出來 成分都鑑定出來 所以他很 兩位學長果然厲害 他很天真的覺得說 我這樣偽造就可以了 那我們也遇過這種親屬之間 為了財產 他是一個在中南部一個 他是種水果 種芒果 很厲害的一個果農 他賺了很多的錢 他很孝順 他把他的錢都交給他90歲的媽媽 有一天他們騎車出去的時候 背一台大貨車就壓死了 有一天他們騎車出去的時候 背一台大貨車就壓死了 為什麼那個大貨車那一天會開進去 那個一般貨車不走的路線 原來是這個果農 富有的果農 他的兄弟 為了基於他的財產 想說乾脆連他跟媽媽一起幹掉 這樣子比較快 不要到時候媽媽也有一份遺產 還有繼承的 還是說你如果弄了媽媽之後 他也有一份嘛 乾脆啦 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兩個就直接做掉 那直接做掉之後就火同這個 沙石車的司機 用什麼內輪差外輪差不管啦 後來是因為 我們質疑說那個路線 然後那個司機也是一樣被這個刑警 用這個照片突破心房 你收了多少錢啊 對不起我問錯了 不是我應該改個問題好了 看他開始沉默了 他就知道你一定有收錢 從這邊去突破才發現說 原來在至親之間的手段 是這麼的兇殘 這麼的粗糙 如果講說連至親之間 都幹得出這種事情 三位法師 有沒有看過那種 包括至親 兄弟姐妹 父子 那些之間 然後在那邊用一些法術的一些東西 去做出對對方詛咒或什麼這些 曾經有一個女性的客戶 她來諮詢的時候 一開始是要問感情合和 她說感情合和是說 她的媳婦跟兒子 最近好像婚姻上有點狀況這樣子 所以她來問感情合和 她說她兒子娶的是一個外配 越南籍的新娘 可是人蠻好也蠻乖的 嫁過來相夫教子 也幫他們生了一個男丁 跟公婆相處也蠻融洽的 婆婆她自己也很自豪的說 我們也沒有對不起人家 我們過去的時候 該有的家具 家電 禮物 可是沒有掃過 甚至幫他們家本來是那種 頭角柱 把她翻成了一個樓房 所以在當地算是有頭有臉了 可是突然最近這個媳婦 性情大變 變得跟公婆很沒有禮貌 然後對她的丈夫不聞不問 那種小孩也都不管 整天在那邊滑手機 或是把自己關在房間 偶爾會對著空氣自言自語這樣子 我都一聽說 你這個可能不是需要感情合和 這搞不好是中邪了吧 我就說你去找一下 他身邊有沒有出現一些怪異的物品 比如說宗教類的東西 還是說什麼神像 什麼佛牌 你去了解一下 他老公就回想說 以前我要跟我太太拿錢去繳費 買什麼東西可以 自由的在他的包包拿錢 他是不會管的 不會過問的 可是最近他很保護那個包包 他只要一靠近他去拿錢 幹什麼 你要什麼我給你 他不准他碰 所以他就趁他外出的時候去查那個包包 果然在裡面翻出了一張 三角形的黃色的紙 就這張嗎 對 他中間有一點灰灰的 黑黑的那個是血跡乾掉了 所以紙黏住了 打開的時候他有一點斑駁 我們看到那個字 也不曉得到底是哪一國的文字 也不像越南文 也不像泰文 是用千字筆寫的 通常運用到寫的這種符 通常動機就不是太良善 所以一方面我們除了幫他 請他把這個符燒掉以外 我們也幫他做了一個 解除法術的一個儀式 結果這個法術儀式做完之後他就恢復正常了 也不需要再做什麼感情和和 就恢復成他原本的這個狀態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怎麼來的 原來他上一次回越南的時候 他妹妹帶著這個姐姐 去到一個神壇找師父 說我要幫你加持 讓你平安的 然後就做了一些儀式 就送給他這張符 然後還交代他說 不可以讓人家知道喔 不可以打開喔 所以自從姐姐帶著這張符回來台灣之後 就整個糟盡去就變了 後來我們幫他解除掉之後 這個姐姐也很想要查清楚 他就跑回去問妹妹 因為妹妹後來念書的學費 還是由婆家這邊幫他支付 照理說有恩於你 為什麼你要恩將仇報呢 那妹妹講說已經東窗事發了 他也很坦白的說 對啊 小時候我們家很窮 但是我們受到父母親的是平等的愛 爸爸媽媽都把我們當成掌上明珠 可是現在你嫁去台灣之後 對啊 你過得很好 以後開口閉口都是姐姐的光環 在親友面前怎麼說都是 姐姐賺了多少錢來幫助家裡 那我算什麼呢 他就覺得整個被比下去了 心態就出現了這種失衡 但其實他也不是說真的壞到 想要自解決於死地 他就想說我去幫你弄一個什麼東西 讓你也沒有那麼好嘛 你看現在婚姻也出狀況了吧 這對他有什麼好處 有些事情他不見得是要大的利益 這種小小的心態偏差 就足以讓他做出傷害支持的心態 就是他自己QM爽的意思就對了 OK 當然只是單純請教一些 民俗上的一些東西 因為從一開始的新聞事件 你一定會有追心之痛 就是怎麼會在我們現在 我們都覺得台灣 應該是個非常幸福美好的一個社會 那怎麼會一個一歲的孩子 發生這樣一些事情 而且在幾個月之內孩子走了 OK 這是一個個案嗎 然後這件事情後續該怎麼樣的處理 其他在過程當中 如果因此能夠因為這個案 是不是有什麼樣一些動 我們需要補 這恐怕不只是政府機關 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去好好想一想 也許這個社會真的多需要大家計劃一點 OK 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我看來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正 σας vraiment不是去找 times 你可以嗎 а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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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